真空技术随着工业发展 由电灯的发明而驱动 包括电视机、无线电都需要真空技术 真空技术已经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今天介绍股票代号6208的日洋科技 是一间真空技术零件的整合服务供应商 产品包括客制化的真空枪体、真空零组件、真空阀等等 并且有代理国外真空棒产品 应用于半导体、光电、面板、太阳能等产业 日洋目前有台南厂、新竹厂以及上海厂 上海厂占营收大约三成上下 近年因为上海厂的改善制程加上接单表现提升 该厂去年已经转亏为盈 也带动日洋近年的营收获利表现向上 针对后续营运动能 我们也专访到日洋的经营阶层 针对日洋的竞争优势 中国市场的布局计划 以及与日厂合作销售 应用于半导体厂的电控新产品进度 将会有详细的说明 日洋之间成立于1997年的老牌公司 董事长吴明田是公司的创办人 早期以代理科技产品起家 随着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逐步将代理产品聚焦在真空领域 我们先请日洋的董事长谈一谈 公司成立的经过 我本身以前是学坊租的 所以我对所谓的半导体这一块的 真空领域建议这一块我还是外行 我当时就是投资了一家 叫做科程科技的贸易商 当时的资本有大概五千万 结果在几年后 我刚好 因为我从国外进口的 所有的真空领域建议 我就自己一直在研发 一直在拿来研发 所以说我现在的产品都是 从我仿造国外那边 我一直在研发进步的 就像我把这些领域建议 我卖给了像国际大厂 像他们这一些 结果我当时一个变墙 也是一个设备商 他看中了我的真空领域建这么好 还有销售能力这么广 所以他就找了两家的投资公司来找我 所以就这样日洋就合并起来 就这样来上柜 另外呢 我因为当时在科省初代 我就带你日本施工历域的投资公司 我现在是跟Edward买掉的时候 所以我继续带你这一块 这一块也是平常想住我日洋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经济来源 为什么可以带你日本施工历域 当时的半导体各方面都不是很 不然我那么小的工作可以什么可以带你它 我就是这样带一个这个就是刚考那个 半导体刚要起飞的时候 所以我踏进去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我所以我踏进完全是在半导体这个 里面走 其他像以后的光电 那个是我以后发展出来的 现在我刚进去就是完全半导体 这刚刚刚刚才起飞 日洋产品主要是真空零组件相关 但真空技术应用广泛 日洋总经理为我们介绍真空技术的应用 以及日洋侧重的半导体产业 真空技术又扮演何种角色呢 首先呢真空这个技术实际上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技术 那真空概念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把这个环境里面的气体统统抽走 也就是说这样子里面空无一物 不过因为现实的状况实际上不可能空无一物 所以我们对真空的应用就分作所谓的一般真空 一直到超高真空都有各种不同的领域 那讲到应用来各位知道实际上面 在17世纪有三大发明 第一大发明就是真空胖 因为它实现了人类能够达到真空的这样子一个境界 另外就是另外就是我们有的单白 还有我们所谓的显微镜 那到18世纪的时候就产生很大的不同 因为人类已经开始明白到说真空有力量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真空吸盘这些 另外就是什么 另外就是绝热 所以各位我们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什么热水瓶 一直到现在都有所谓的我们的保温瓶 实际上都是在真空结构上面达到绝热的效果 这些传统的应用其实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问题 但还有一个应用大家可能都忘记 就是灯泡 爱迪生当时他能够达到说做到灯泡寿命那么长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采用真空的技术 所以真空的技术可以说是近代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到了20世纪的时候更重要 为什么 人类现在开始要了解到细微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要去证明电子这件事情 那这种概念 假如没有真空的环境的话 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现象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为真空的发明 我可以在一个我自己设计的空间 空间环境里面去做我要做的实验 去做一些观察 我们现在大家更熟悉的是说我的半导体的制造 那它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就是我们的原件越做越小 你光靠化学的化学的方法就已经没办法达到了 因为它的尺寸太小 那液体可能有我们讲说有这个毛迹现象 这些表面能的问题 没有办法再做太小 那怎么办就要靠气体 那气体也不可以太多 因为这时候这个我假如说抽到真空的时候 我气体的自由路径就比较长 其实我就可以达到我在制程上的要求 那日洋的整个的成长和创力 都是跟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的息息相关的 从我们最早我们带领了Segosaki的Pump 那后来因为Segosaki被Airwards买掉 那我们就进到了这个Airwards Pump 那在很长段时间 Airwards实际上面在Pump的供应上面 在半导体里面是属于主导的厂商 所以我们日洋随着这样子也就起来 但是在这过程里面 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因为不论是科技大厂 或是台湾的研发单位 和学校 都会提出来一些所谓真空磷组件的需求 那当时台湾的状况是很多由国外进口 不但贵而且慢 所以就如何在地化 Localization这件事情 其实是变成台湾厂商的很重要的机会 所以日洋除了Pump之外 它就进入到真空磷组件的生产 很快的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也不敢讲完整 就是有一定规模的一个供应链 那Pump完 Pump我们接受到这个Airwards的技术之后 这个客户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一段时间 一定要问题要维修 或者是真空度 或者是说它已经有 Pump的累积这些东西 对半导体制成是非常有影响的 那我们日洋就要有负责去把它接下来做维修 所以日洋从贩卖又进到所谓的Service这一块 这样一路上来 半导体它谈的是 比如我们现在以锡精源为主 我们要在上面要做电路 要做石科 那你就我们刚刚讲 也许早期也许可以用化学方法 但是现在越做越细 甚至要做的是 比如说挖一个洞要挖得直直的 这都不是说我们用液体的石科能够达到的 所以后来就发展出所谓 我们在真空状态之下 先把枪体里面的一般的空气抽走 送入我们要的气体 在不同的真空度之下 我们去做我们的不同的制程 半导体制程不外乎 石科 巴胺含还有掌膜 现在就是所谓的PVD CVD 还有H&T的制程 现在来讲都是要靠真空技术来做 因此如何达到这样子的要求 第一个我们讲说达到我这样的真空度 把杂质抽走 第二个送入我的气体之后 我不可以泄漏 第三个我产生的这些副产物的时候 怎么样排出去 这些是一个我们讲说 对于一个真空的应用里面都必然的 半导体的困难度在于 第一个它的稳定 也许传统产业 我真空系统稍微有一点变化还OK 但半导体就牵涉到它的良率 牵涉到它的产能 所以半导体在这一块 尤其它的稳定度要求更高 在不同世代转换的时候 又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清洁度 以前我们比如说28奈米 会比较粗的时候 我可能一个小的 particle 掉在上面 对于我整个的IL 整个的良率影响也许还好 可是到现在各位我们进到5奈米 甚至在我们7奈米正在谈5奈米的时候 一个 particle 掉上去 造成的伤害就很大 所以对于捷径度 换句话说对真空条件的要求就更大 我们日洋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我们日洋在台湾的整个半导体发展 都是可以这样讲 我们跟每一个世代的发展 都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因为真空系统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日洋也在台湾 从早期的制程 一直到现在的先进制程都有参与 那我们也累积了很多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 所以我们甚至比原厂 还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